日前,北京科技大学大学生来我县开展暑期社会实践活动。 在河北星叶塑胶制品有限公司,大学生们参观了企业的生产车间、包装车间、仓库等,详细了解了企业在汽车内饰件产品生产及销售市场方面的情况,同时还就所学知识与企业负责人进行了深入的交流。 据了解,该公司成立于1998年,主要生产汽车内饰件,是目前国内通行业实力较强的内饰件企业,并与山东凯玛、东风皮卡等企业实现了配套,在国内汽车内饰件行业享有较高的声誉。 这次暑期社会实践活动给大学生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,不仅丰富了大学生们的社会实践经验,同时也使他们的组织活动能力得到了提高。 并且对当地的农民以及基层企业有了一定程度上的了解,并发现即使在这些基层的企业中,仍然有着极其良好的发展速度,以及非常好的发展前进。 今天有些人来到河北青液公司参观学习,感受到了河北青液的发展变化非常大,尤其是我们的汽车配件的行业发展非常好。 以后作为我本身是一个青液人,以后非常希望来到我们的家乡,为我们的青液的发展做自己的行业。